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已经与内地达成共识 放宽对跨境货车司机的限制 新增近万5宗确诊 政府说可以全面检视安心出行等现行防御措施 上新内容 将军澳蓝田隧道和跨湾连接路正式开通 隔日行车 无论是出九龙 过海还是去将军澳 大部分时间都挺顺畅 亦都有隔世人士认为 部分的指示不清晰 跨离早8点通车前的几分钟 将军澳日出康城 多辆电单车已经在警方开路之下 率先驶入跨湾大桥网调警令的方向 由你一边来的车 大约10分钟之后 亦都原新路到达日出康城 将军澳隧道茶果领导出入口也提早开通 由于车太多一度寄室 最后放行的是隧道位于条顶岭保育楼的出入口 这条路很漂亮 看到海在这里住了几十年觉得很感动 我真的可以在海上走 打算走这个中国的隧道 然后想想开了 立刻转 然后地图都不知道我们在哪 在海中浮一下浮一下 路牌要清晰一点 因为出来才看到工业村和市中心 但是隧道里面是看不到的 出来才看到会有点急路 有当区立法会议员说 见到有私家车去将军澳期间 在隧道里面设商白线 运输柱应该要加多一点临时路牌 以及提前一点 临时路牌 即是在分叉位前一点 就已经是摆放出来 让駕駛者能够提前 可以选择行车线 駕駛人士选用新路段 来到这里最好留意多些 现场的路牌 因为部分手机的导航地图 还未更新得切新干渡的资料 江南隧道全长3.8公里 大约2.2公里是隧道 双程双线行车 连接九龙东一带 运输柱说早上繁忙的时间 往来日出康城和观塘市中心 行车时间最多可以缩短20分钟 建议由观塘商务区 到张军澳可以行新路 在卫业街出发 沿路比较多灯位 茶果嶺道没有塞车 也未见有死车停泊 煤船处转左车进隧道管制区 要注意右边有汇入的车 入隧道前汇入右边主路 大型路牌指示去张军澳市中心 如果想去市中心 条景岭最好就行左线 在出隧道第一个出口出 如果错过了 也可以在隧道尾段设线 去张军澳工业村就继续直去 经跨湾连接路到日出康城 到达张军澳市中心 全程用了20分钟 如果要过海 显示器显示到东隧要9分钟 就要由保浴路十字路口转入隧道 最好靠左线 才去到东隧收费广场的出口 走快线就不可以 之后经东隧和中环湾仔绕道 到湾仔告示打道 需时13分钟 无线电视记者 袁佳谦到 将军澳跨湾大桥 亦都有行人路和单车径 不少市民上桥看风景 本台记者测试 由条景岭站 查单车去到康城 虽时大约是12分钟 或者比达港铁更快 上年张南隧道和连接路的 条景岭保信路入口 早上大约8点正式通车 不少市民特意上附近天桥 要见证这一刻 我想见证历史 带上早餐 打算在这里吃 接着可以看看这个开幕的时刻 跨湾大桥是第一条有行车 单车径和行人路的海上高架桥 不少人来试新路 有经常神运的将军澳居民 特地走过来看城 期待了25年了 初初进来将军澳居民 问卷调查 已经问跨湾大桥 我们和年轻人 都很想他们走单车 现在期望到了 有人来试跑 也有人带同宠物散步 不少得泥牌动作 如果有点东西遮住最好 太大风也是 还有如果真的夏天会很晒 一入口最美 我预望得到整个桶的拱形 这边就好像影响 没有那么美 有很美 一大风 真的很大风 完全吹到我都留两次避太久 整条跨湾连接路 一共有三个类似这样的观景点 被市民可以在这里 观赏到看城 将军澳市中心 和条景另一带的景色 也可以在这里打卡 有人就踩单车试新路 上去一定要用低波才行 因为真的挺累 中间也挺大风 但是还可以控制到这个风力 但如果再大风一点 就可能有点飘 可能我们踩单车 不觉得辛苦 单车的位置窄了一点 我们试试那条桥 能否过到南田 原来隧道不能过单车 本台记者也试由条景领站 踩单车前往康城 大约12分钟就抵达康城 与港铁比较 如果计算等车时间 踩单车 或者比港铁更加快 又在自善街的单车店 为新路启用 救入了大约100架车 全店150架车 下午只剩下大约20架 较上星期的生意多两成 生意额多超过一倍 之前就是断时租 今天就断日租多 因为跟着一早都去试踩 因为都是预计客人问我们 条路怎么走 他预计热潮会延续到新年之前 无线电视机者林准天 到与港城对出 都是20分钟 第一天当然是这样 相关路隧道好像多 行车线多一些 这里有机会塞车 有区议员促请政府 确保连接启德和江南隧道的T2干道 不迟于2026年通车 分流途径茶果领道的车 以免长远出现灾难性制实 其实茶果领道是一定会超出现时的负荷 因为我们见到 其实茶果领道 在今天仍然都有些不同的车 大型的车辆围泊 政府应该想办法 除了能够是扩阔现有道路之外 要更加想办法 是增加一些避车处 要尽快短期增加一些泊车位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说 会思考T2干道 能不能够提前几个月员工 但是工程庞大 未必能够加快 他相信星期一早上繁忙时间 新隧道和新路连同附近的交通 会比平日混乱 包括将军澳保一路 和茶果领道一带 会密切监测 包括调校保一路的灯位 茶果领道那里 其实以前可以有一些时段 有些泊车 有些停车等候那些位 其实我们现在很大部分 我们都清了 其实运输处和警方 都会就住在那里 可能要做一些执法 类似这样 令到行车道比较暢水 将军澳警区设立 临时指挥中心 又派出无人机密切监测 伸水的情况 强调会对违派的车 严格执法 无线电视记者 杨培斯报道 传统地下 行政长官李佳超说 已经与内地达成共识 放宽对跨境货车司机的限制 业界表示欢迎 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公布 越港跨境货车 明天凌晨开始 调整为点对点运输目 由三月中起 跨境货车司机送货 除了每日要在内地和香港 分别做一次核酸检测 过关后只能放下车和货物 全车消毒后 再由内地司机将车银走运货 令运输成本大增 内地日前放宽10项防疫措施 行政长官李佳超说 已经与广东省和深圳政府 达成原则共识 尽快放宽跨境货运 司机是不需要 需要再去有任何接驳 即是说它可以直接 点对点 可以去提货的地方提货 或者去交货的地方交货 第二就是没有限额的 只需要事前申报 在一至两天内 希望就可以落实执行 至于何时和内地免检疫通关 它说要务实进行 因为内地都有它的风险和负荷能力 首要希望和内地商讨 增加健康疫站 即是检疫酒店名额 业界欢迎政府决定 说过往限制令业界失去超过六成生意 我们现在这个模式 很多时候是说十几二十个小时 都不是一个奇怪的事 一部车可能需要两个或三个司机 去驾驶的情况下 成本自然会加高 是一个正常收费的两倍 这次开回怎么到怎么 我们香港依然有优势 我们有信心可以抢货 他相信就算放宽 当局可能会用回三月前的方案 即是司机可以过境 但不可以下车 也都需要每日核酸检测 不过他认为现时所有跨境司机 都已经接种三剂疫苗 建议应该进一步放宽 无线电视机者叶子华报导 本港新增14,918宗新冠国案 行政长官李家撤说 可以全面检视安心出行等 现行防疫措施 研究是否能够适当调校 内地和本港分别放宽防疫措施之后 除了何时和内地免检疫通关 外界包括部分立法会议员 都关注安心出行等防控措施 能不能够完全或者局部取消 例如取消不主动查核针卡的处所 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因日前承认 现在很少透过安心出行追踪 当局会检讨是否继续使用 行政长官李家超再被问到同样问题时 就说会全面检视所有措施 看看有什么我们可以作出适当的一些调教 这些医务及卫生局是积极研究 我相信他们都会很快向我提供报告 再提醒大家 虽然我们希望尽量给多些社会和经济活动 但是确诊数字的确是上升得很厉害的 是万几宗的 亦都是在死亡个案方面 亦都是开始数字又上升的 医务卫生局局长盧崇茂重申 安心出行在疫情最初期的时候 发挥到嘲动 就算现在可能追踪功能减低了 但我们仍然觉得这个程式本身是非常好的 是一个好的程式来的 在需要的时候 它可能发挥的作用会再提升 例如会有其他的变种病毒 所以我们可能会调整它们的 现在的应用 但是这个手机应用程式是会继续维持着有的 另外对于内地近日放宽防疫措施 多了人买感冒药回内地 令到部分药房缺货 盧崇茂说市民无需抢救 强调会确保供应 无线电视机者利尔昆报导 稍后回来报导 林世雄说 港铁接连发生严重事故不能接受 会检视是否有结构性问题 美国助理国务卿康达访问中国 为国务卿布林肯春天年初访华做准备 回来新闻时间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说 港铁接连发生严重事故不能接受 会检视是否有结构性问题 又说三岁分流方案当中的收费差距 较上届政府提出的大 是因为隧道使用率已经不同 但仍然有分流作用 港铁一个月之内 接连发生列车出轨脱车门 以及车卡近乎脱卡的事故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 在本台节目讲清讲出话 不能接受 会检视是否有结构性的问题 大家都会想到虽然好像两件不同的事 会不会真的系统有什么问题 是否同一个系统可以照顾一些新的系统 和一些旧的系统 我经常举个例子 我们看医生有时候都有一些叫老人科 其实可能是对于一些比较用了多年的系统 我们可能都要和一些比较新的系统 无论它的维修或资产管理 都应该会有一些不同 他认同港铁全面检视这方面的管理 那政府应该同步介入 而不是等对方交报告呢 林世雄就说 基电署一直有就港铁的维修程序直接审核 例如人员是否在根据等等 但未有交代有没有发现过有问题 如果最终认为维修人手不够 如何平衡营运开支大增 铁路安全是最重要的 因为事实上每天我们港铁系统 要运载超过400万人次 港铁是要有一个适当的资源 擠到下去 其他那些后续的东西是后话 这个我们觉得 这个我们不能所谓妥协的 铁路以外 当局最快明年8月推行三税分流方案 到时私家车用西税减价到60元 红税东税就加到或一30元 被质疑差距有一倍分流有限 翻查上届政府的建议 西税和另外两条过海隧道的收费 只有10元的差距 形容是最佳价分流效果 林世雄就说不能够比较 那时西税其实是大约90%的使用率 但今天其实西税已经去到接近100% 即98% 如果我是减多了西税的收费 会多了很多车会由西税 其实是令到整体三条隧道的车量是多了 那这方面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 这个阶段政府应该觉得没有任何空间 可以再调整那方案是否可以这么说 现在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合适 而平衡到各方面 不过他认为一年之后检讨 并且推行不同时奪不同收费 加强分流的安排可以微调 他相信不会像上届政府那样 方案不获支持难产 报线电视记者陈坚恩报道 慈云山发生谋杀案 一个长期患病 和行动不便的女人死亡 死者父母被警方拘捕 现场是迟洛邨洛顺楼 凌晨近1点半 警方接到一个女人的暴案 说单位里面有一个女人受伤 救活员到长将47岁分为女伤者 送去广华医院抢救 之后证实死亡 警方发现死者曾经被硬物袭击 并在单位发现一个铁锤 警方拘捕死者分别74和78岁的父母 特区政府和外交部驻港公署强烈 被谴责和不满美国公务院就 但权利自由不是违法犯罪行为的通行证 更加不是反中乱港分子的特权书 又是一件普通刑事案件 美方急着跳出来 是被世人再看清 黎智英的代理人和马前卓身份 拍评对方打毁香港人权法治 特区政府强调 案中被告充分行使辩护权 由法庭公开聆讯之后 基于事实和证据判刑 和言论自由等无关 不应该将审讯扣上政治帽子 美国助理国务卿康达 今天访问中国 为国务卿布林肯将今年初访华做准备 并会到访南韩和日本 美国国务院宣布 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 将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 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主任罗森伯格 今天在一年四日访问中国 南韩和日本 访华期间将会跟进中美援手上个月 在印尼巴利的会谈 以负责任的方法管控两国竞争 探索潜在合作的范畴 并为国务卿布林肯明年初访华做准备 布林肯早前接受访问时透露 访华确实时间可能在明年1月或者2月 若果成行 将会成为继美国气候特事克里 同副国务卿卸曼之后 第三位拜登政府高层军员访华 美国总统拜登和国家主席习近平 上个月在印尼出席20国集团峰会期间 举行双边会谈 谈及台湾和北韩等议题 避免中美关系紧张升级成为新冷战 双方承诺会推动两国更频繁沟通 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在刚刚过去星期四到访马萨朱塞州波士顿港 与港务局国际码头工人协会负责人深入交流 实地考察港口运作 秦刚说 很高兴得知波士顿港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 开展广泛经贸合作 港口的兴须和贸易息息相关 中美两国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去年双边贸易额超过7500亿美元 为美国创造了260万个就业机会 秦刚说 中美经贸合作 关乎美国普罗大众的生计 不应该比政治因素影响民众过更好的生活 双方应该持续推动中美经贸往来 而波士顿港务局局长莫里斯就说 中院是波士顿港的重要客户和合作伙伴 感谢过去几十年持续发展的对华合作伙伴关系 将会保持并进一步加强港口 作为波士顿和新英格兰地区 和中国货物流动的重要门户地位 无线意识记者封热明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 愿意和中国构建具建设性和稳定的双边关系 岸田昨天在记者会上说 七国集团首诺峰会明年5月在广岛市举行 他期望和七国集团首诺深化个人互信关系 积极开展首诺外交 中日首诺上个月在泰国会面 就推进首诺和部长级对话达成共识 岸田被问及何时会访华 他说仍然未决定 将会视乎双方关系发展状态再决定 岸田又表明 会在峰会上提及印太地区安全的问题 表明亚洲绝不允许任何国家 企图以实力改变现状 至于俄乌战士 他强调同七国集团 坚决反对武力侵略 会共同制裁俄罗斯 和支持乌克兰 稍后会报导 前国家主席江宗文的骨灰 下午在长江入海口撒入大海 内地新增大一万宗新冠病毒本土公案 不少核酸采养点 取消提供运馆采养 节省追踪的成本 回来新闻时间 前国家主席江宗文的骨灰 下午在长江入海口撒入大海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陪同下 江宗文的交属 上午从中南海来福堂 将骨灰捧上并登上专机 从北京飞去上海 再由专车接送到吴松军港码头 现场时向骨灰三国宫 并以最高礼仪送别江宗文 之后家属捧着骨灰 登上以江宗文家乡命名的扬州南 前往长江入海口水域 江宗文怀伤 王野平其后亲手将骨灰同花撒入大海 内地单日新增近10600宗新冠病毒本土国案 不少核酸采氧点已经取消提供运馆采氧 至省追踪运馆 内洋性个案的资源 专家就预计 内地过几月之后将会迎来新一波疫情的高峰 内地近日放宽防疫规定 进出大部分场所都不再强制检查核酸检测证明 当局又呼吁民众 如非必要不用做核酸检测 而在广州 核酸采氧点周末仍然大排长龙 民众要等大约一个半钟 才可以接受采氧 有医院就指是开放预约人士 单人单管采氧 每人收费13.5人民币 过往内地的核酸采氧点 允许民众选择收费比较便宜 一次混合多个样本的渾馆检测 不过内地传媒报道 多地常态化核酸采氧点 已经取消渾馆采氧 江苏省一间三级甲等医院就说 社会面近期多次出现渾馆阳性 而追踪渾馆中的感染者 除了浪费人力和财力 也会为民众带来不便 因此呼吁他们选择 单人单管采氧 内地多名专家就说 预计过几月后 将会出现新一波疫情高峰期 上海的重症医学专家钟明就认为 现时应该重点计划 管理病房和医护人手等的医疗资源 令病人能及时得到治疗 疫情方面 广东有2526宗 重庆和北京各有过千宗 深圳卫健委宣布 即日起不再对底部人士采取疫情核查防控措施 无线电视记者 陈树仪报道 内地近日进一步放宽防控政策 多地政府以包机的形式 安排地方企业到外国争取订单 内地多次强调要平衡防疫和经济社会发展 连关章节 加上放宽疫情防控的新十条措施出台 各地政府积极推动对外经贸活动 江苏数州就安排企业坐包机到欧洲开拓市场 有部分企业已经取得成果 争取到明年新一批订单 根据跟客户的交流情况 以及确定的新的项目的情况 我们预计23年销售的金额 会比22年同比增长50%以上 而拥有自由贸易港优势的海南 就专攻日本市场 亦都在当地举办了多场招商推介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上个星期召开会议 研究明年经济工作 重新要推进高水准对外开放 同意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仪报道 世界杯决赛下个礼拜举行 不少北京的市民说 疫情之下选择留在家里提球 有酒吧就希望可以趁决赛 吸引民众春外堂食 据北京记者陈卓康了解过 世界杯进入最后直路 小朋友看好哪一队呢 阿根廷 因为我爸喜欢 梅西 因为他踢得很好 技术很全面 而他从小就特别坚持 有家长就说由于疫情减少外出 多了时间在家里陪子女和家里人抵球 有体育用品公司在商场开设快闪店 售卖球衣和纪念品 设有互动装置给小朋友练习控球射门 负责人说虽然人流少了 但是市民的反应比预期好 我们做了一个 survey 然后根据数据我们也看到 其实大家热度还是蛮高的 大部分的比赛时间都不是特别的 所以就会有很多在家看球的时候 家里的亲戚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去看 所以由于这个时间 所以会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是非球迷 然后也都会去关注和去看 活动负责人又希望在世界杯决赛之前 商场可以尽快恢复堂食和正常营业 吸引更多民众外出消费 不过现时在北京光顾酒吧和在餐厅堂食 仍然需要出示48小时的核酸阴性证明 有酒吧老板说世界杯对生意帮助不大 他希望在决赛之前当局再放宽 进入酒吧和堂食的核酸检测规定 无视电视驻北京记者陈翠康报道 转看其他消息 疫情之前 夜晚行街看电视食饭都是常见的港人生活 香港曾经有不夜城的美誉 早前防疫措施放宽 同适逢四年一度的世界杯 香港的夜经济有没有再受到刺激呢 这间位于中环SOHO区的酒吧 一早买入世界杯电视转播权 也特意为酒吧布置一番 更加碰上早前政府取消食试 和酒吧营业时间限制的好消息 令到近两星期收入绿德增长 但仍然远远不及疫情之前 世界杯过了三星期之后 这晚这间酒吧更加得回这台熟客 传统商业区的夜间经济淡静 民生区的情况也不见得太好 以前可能不用做这么多dining promotion 我们以前都是一个星期 可能做一天dining promotion 现在我们一个星期可能四天都要做 很多餐厅都发现 譬如可能九点半十点后 真的没什么客气 他们就觉得好像没什么意思 来开得这么晚 同样受到疫情影响 但过去三年 内地多个城市推出文化旅游活动 刺激夜经济发展 那香港可不可以效法呢 始终你都不被人聚集 始终有个问题就是 你没有人聚集就没有所谓经济活动 我们变成两宋饭经济 大家两宋饭买回家吃 就不会晚上出去吃饭 如果经济情况是蓬勃的话 蓬勃到大家真是没时间买两宋饭 是不是 即是收工就可能出去餐饭 我们叫商务应酬 实际上是一个交换资讯的场所来的 所以如果经济活动是蓬勃的话 这个交换资讯的场所就多了人了 他表示香港有良好的治安 又有完善的交通网络设施 但估计疫情过后 要用上一两年的时间 香港才可以变回以前的不野性 无线电视记者袁玉玉报导 稍后回来还会报导 香港国际赛在沙田马场举行 受惠于防疫措施放宽 今年带有300个海外列马斯 骑士等等来到香港 来到最后一节新闻 一年一度赛马盛事香港国际赛 在沙田马场举行 在防疫措施放宽之下 今年带有300个海外列马斯 骑士等来到香港 昨日有42,000多人入场 是三年来最多人入场的赛马日 香港国际赛由政务司司长 陈国基主持开幕仪式 看台逼满人 有人为了投注的马匹立喊座威 很热闹 那才是国际赛 之前都是买回一千几百只 今年市就多些 上年就在电视看 是今年第一次进来 好多很多 因为其实这些大赛 有其他国际赛区来的话 争论力会强一些 以及大家的刺激感会更快 因应马会上个月下场 放封了马场内的防疫措施 市民不需要预先订座 而辞皇马人士可以入场 室外地方亦都可以饮食 今年国际赛有21匹海外参赛马 在入境零加三的措施之下 相比前两年只有几十名的海外马主 列马斯、骑斯等来香港 今年就大概有300人来香港 而沙田马场全日有10场赛事 而其中4场是国际一级赛 总赚金高达1亿1千万 无线电视记者张海林报道 本港新增14918宗新冠国案 本地国案占14233宗 34间安老和残疾院舍 一共37个院友和3个员工掩疫 曾经密切接触的53个院友需要检疫 三间学校各有一班出现聚集国案 暂停面授复5日 青山医院一个成人精神科女病房 上星期开始有12个病人确诊 病房已经徹底消毒 多24个患者离世 大应波疫情 累计一共21万0746人死亡 因应张南隧道通车 有5条新巴士线通车 在繁忙时段度行驶 九巴的96号线 来往将军澳康盛花园和大埔工业村 会途经科学园 298X来往将军澳医院和长沙环金泉街 290E就来往将军澳工业村和荃湾西站 九巴说比现有路线快15至20分钟 三条新路线都转成一位 另外 城巴790号来往青岁湾半岛和尖沙咀摩地道 795来往将军澳工业村和长沙环 两条线分布在早午晚 预计前往游尖旺区最快25分钟 城巴说会适时提升至全日服务 并正向当局申请开办过海路线 MIRROR演唱会事故中重伤的舞蹈员李启言 身体持续好转 可以障碎一般食物 李启言的爸爸李胜林 在最新一封代讨信中提到 个儿子转到腹腔病房留医 每日治疗特别针对胸肺脊椎神经 各关节肌肉等 希望强化机能和体能 李胜林又透露 国际因为不知道 要等到何时才会好 感到弹剔闻 日本私人企业研发的登月仓 在美国发射声控 日本太空风险企业iSpace 研发的登月仓 本港时间下午3点多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 由SpaceX聂音9号火箭搭载星空 预计到月球需时近5个月 登月仓高大约2.3米 宽大约2.6米 重大约340公斤 其中一个特点是可以从地球运送货物 目前最多可以装在30公斤的物资 这次运送的包括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等等 开发的可变形月面机架人 以及阿联游第一格的探月车等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